在黑雅当和沙战众神之怒 口碑票房双双滑铁如后 原本就摇摇欲坠的DCEU 更加雪上加霜 虽然詹姆斯刚刚接任执行长的消息 多少带来了改变的契机 但随后公布的冲击计划 也只获得喜忧参半的评价 在这样前景堪忧 现状惨淡的处境下 DC迫切需要一部电影向全世界证明 他们仍可以制作出 既符合粉丝期待 又能收获好评的优秀作品 同时他还需要背负成仙启后的使命 让观众愿意为又再次重启的宇宙买单 而这个重任 自然就落到酝酿九年之久 赤枝将近三亿美金的闪电侠身上 不过相信多数粉丝对这部电影的心情 应该都很复杂 一方面期待DC能借此力挽狂澜 替后续的DCEU开个好兆头 另一方面主演伊萨比特的戏外脱续行为 以及后续计划并没有包含闪电侠在内的现实 又让人担心 这部电影是否只是DC的垂死挣扎 那么抛开这些盼望和担忧 单纯就一部电影的表现来看 闪电侠是否能像DC自己宣传 和众多媒体说的一样 成为继黑暗骑士后的系列最佳 甚至是史上最佳超级英雄电影的 绝世神作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本频道致力推广影视作品背后更多的可能性 内容包含深度点评 影剧推荐 影视趣闻 以及各种技术解析 不定期还会有超可爱猫猫彩蛋与你作伴哦 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喜欢电影 就请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努力更新的最好动力哦 无庸置疑 闪电侠绝对是这几年来最懂粉丝要什么的DC电影 不仅将漫画经典的三点大事件搬上大一幕 透过这起事件造成的时空错乱 将1989年米高基督版蝙蝠侠和超少女 自然融入剧情之中 也藉由闪电侠想弥补过去遗憾 却反而造成更大危机的主线 传递出苦难造就英雄的真谛 却因为散入如此多的元素 让这部电影无形中拉高了观影的门槛 首先你必须对2021年的查克史奈德之正义联盟记忆犹新 才会了解闪电侠穿越时空的能力重合而来 再来也需要重温2013年的超人钢铁英雄 甚至是2016年的蝙蝠侠队超人 才会明白萨特将军这个反派 对整个DCEU来说有多重要 光是这些还不够 如果真的想体会这部电影的怀旧魅力 那更要认识当年机版蝙蝠侠对整个DC电影的影响 超少女跟超人的差异 甚至是乔治克隆里版的蝙蝠侠 乔伊盖瑞克版的闪电侠 被邀整的尼克拉斯凯及超人 以及1978年的始祖超人才行 所以如果你觉得2021年的蜘蛛人无家日 已经够考验观众对蜘蛛人这个IP的熟悉程度 那么这次闪电侠就可说是对 你是否是个真DC铁粉的终极期末考 剧情也预设观众已经内建了这些知识 并没有给予更多的补充和解释 而是顺理成章的将这些彩蛋 一股脑的倒给观众 对DC粉丝来说 这些客串就是奖励 甚至是许多人之所以愿意进场的原因 但对于只是单纯想看一部 闪电侠独立电影的人来说 这部电影可能并没有想象中来的惊艳 首先就是特效部分 我们早在公布全新预告时 就已经发过一篇社群 指出警管文系看起来非常精彩 但动作系终有一种半成品的感觉 这也是现今许多预告常见的状况 就像变形金刚万色崛起的前岛预告中 被吐槽到不行的川某问题 在后续预告和正片都有修正 闪电侠也确实对画面进行了调整 将预告中明显缺少的打击和重量感补了回来 但许多时候依旧惨不忍睹啊 光是开头前10分钟的医院救援戏 就已经足够让人因为恐怖股效应 而感到生理不适了 虽然导演表示 这是刻意想表现闪电侠在高速状态下 造成的视觉效果 但在观感上 就像是原本预期看到的是4K画质 实际上却只有720p甚至480p一样 直接胜利其心地穿越回20年前啊 而且我看了还是IMAX版本的 缺点就更明显了 不过有一说一 闪电侠起爆前的视线扭曲 以及奔跑时的时间占流效果 确实独树一格 做出与快银和赵导版的明显区别 但这也只局限于近身的画面 只要镜头一带到远景 人物动作立刻就变成生意的游戏角色 还是PS3时期的建模水准而已 不光是闪电侠 超少女和萨德也同样如此 再加上几乎没有谨慎感的空洞背景 让最后的大战 时不时出现一种诡异的失真感 表现力可以说与当年的超人钢铁英雄 落差了不止一大截 整部电影最精彩的动作戏 大概就是开头时的版版蝙蝠俠追车 以及后面闯入俄罗斯基地时 基板蝙蝠俠的打戏了 也没错 都是蝙蝠俠 相较于一言难尽的动作戏 闻戏部分则毫无疑问 是本片的亮点 尽管穿越时空引发灾难的设定 早已屡见不鲜 放下这个核心命题 也是失控见惯 但伊萨米勒 依旧用实力证明了 自己就是誓言闪电侠的不二人选 不仅将一人分饰两角的尺度 拿捏得十分到位 也透过行为和习惯的细微刻画 让观众直观感受到 两人本质上的差异 两个辈瑞在互动时 丝毫不会尴尬 一丝一友的关系 贡献了许多精彩的笑料 剧情也预留彼此成长的空间 为结尾反转 做了足够有说服力的铺陈 贯穿整部电影的亲情连结 更是令人动容 谁能想到一罐番茄酱 就可以让人眼角失手啊 而米高基顿 还是那个老练帅气的蝙蝠俠 不论行事作风 还是会团队提供的协助 都展现出一位成熟英雄 该有的风范 但除了经典的形象外 剧情更进一步 让两代蝙蝠俠 对闪电侠产生不同的意义 本班蝙蝠俠对贝瑞来说 就是导师 总是在教导他 如何正确的使用能力 防止他犯下不必要的错误 但见到不听圈告穿越时间 导致世界即将毁灭的贝瑞时 基板蝙蝠俠非但没有责备他 反而还基于他认可和鼓励 比起本班蝙蝠俠 偏向英雄身份间的互动 这时的基板蝙蝠俠和闪电侠 更像是脱架三亿后的 布鲁斯维也和贝瑞来人在对话 布鲁斯并不是因为 对方是闪电侠才施予援助 也不是想要拯救世界 或团结更有胜算 更多的是 对贝瑞人格的认可与支持 这就让闪电侠 与其说是英雄组队拯救世界 更像是英雄对英雄的相知相惜 这点也体现在新登场的 超少女卡拉身上 虽然他在这部电 确实就是个工具人 忽然转变立场的决定 也有些突兀 但就跟基板蝙蝠俠一样 他想做的并不是拯救人类 而是保护贝瑞这个救命恩人 正是因为贝瑞一心 想要拯救世界弥补错误 才让整个团队与萨德展开战斗 所以尽管角色众多 戏份不可避免的会被花分 但这部电影始终都牢牢锁定在 Barry Allen这个主角身上 整整两个半小时的片场 没有任何会让人感到 拖沓或迟疑的时刻 文系和打戏的张词有度 让观音体验 确实是DC这几年来 最顺畅且舒服的一次 也将庞大的故事 透过个人的成长与释怀 让开头与结尾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在很大程度上 弥补了特效所造成的瑕疵 但也是因为要处理的要素 实在过多 仔细深究的话便会发现 许多桥段都忽略了角色 做决定的过程 更直白一点说 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争执 或提出不同观点的冲突 这点在剧情来到高潮戏前 都还说得过去 不过到了与萨德的大战 就有些令人困惑了 因为就算世界不同 但凭借贝瑞对未来的了解 应该还是可以制定一些 对付萨德的作战策略 就算最后依旧以失败告终 至少会让人觉得 他们已经尽力了 不过电影中几人 是完全没有任何打算 就直接冲进战场 过程中也是各拿各的一盘散沙 然后果不其然的被打个落花流水 就算知道实力非常悬殊 但送头也不是这样送的吧 也难怪麦克夏农会对角色定位感到不满 因为这场戏完全就只是麦克情怀而已 更为了后续年轻贝瑞的黑话 走个过场罢了 再来就是结尾时 贝瑞靠着移动罐头 让摄影机拍到父亲的脸 借此洗刷冤屈 这个桥段的用意 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 毕竟谁不喜欢原版的结局呢 问题是造成这个结果的方式 不该是用整部电影 强调不能做的时间穿越来实现 因为这样一来 贝瑞的教训就变得可有可无 虽然穿越后的改变 好像只是蝙蝠侠又换了个人眼 但重点并不是代价有多大 而是你不知道这么做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说结果不是只换了个蝙蝠侠 而是整个世界直接毁灭了呢 有一些言论表示 这只改变了现在 没有改变父亲做了的事实 抱歉 我真的无法认同 因为从更远一点的时间来看 这么做就是改变了过去 贝瑞要是没有移动罐头 他的父亲现在还会继续坐牢 这就像是有人偷东西被抓 然后你跟他说 没关系 下次不要被人发现就好 问题不是有没有被发现 而是偷东西本来就是不对的吧 试想一下 如果蜘蛛人无家日 最后皮特没有选择让全世界忘记自己 而是让反叛们不断来到这个世界 并一昧坚持自己可以处理好这个问题 你还会愿意支持这个英雄吗 不论是大是小 都不该轻易尝试改变过去 而是要学会接受伤痛 就是现在自己的一部分 不就是整部电影最核心的价值观吗 这里再次强调 不是替父亲证明清白有问题 而是以穿越时间来实现这点有问题 如果电影最后是贝瑞凭着自己的坚定知识 找到新的证据 让父亲免受牢狱之灾 那么结局不仅一样圆满 更可以让观众体会 原来超能力不是成就英雄的唯一原因 而是他愿意放下能力 坚持做正确事情的信念 才让他值得这个能力 并成为英雄 所以除了让乔治克隆一版的蝙蝠侠现身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安排 到底有什么意义 而这个彩蛋本身 也挺莫名其妙的 因为谁都知道 它不可能会是接下来DC宇宙的蝙蝠侠 为了一个彩蛋 毁掉整部电影建立的价值观 才是这部电影的最大败笔 总而言之 闪电侠是一部优缺点 都非常明显的作品 他确实值得被称上继黑暗骑士后 DC最尊重粉丝 角色和说好故事的优秀电影 但要说是史上最好的超级凶电影 我想 仍有一段不小的局 最后也必须承认 其实我们之前看了蜘蛛人穿越新宇宙后 才看了闪电侠 真的只能说有点后悔莫及啊 如果你是两部都想看的朋友 强烈 十分的建议 一定要先去看完闪电侠后 再去看蜘蛛人 不然关你的体验 真的会差非常多 至于到底差在哪 那就绝对不能错过我们之后的 蜘蛛人穿越新宇宙完整影评啦 那么最后也想问大家 你最喜欢这部电影的哪位英雄呢 我们的话除了鸡板蝙蝠侠之外 就是年轻的Berry了 因为不论从角色成长还是个性塑造 他都可以说是整部电影最完整的人物 另外 也希望这个版本的超少女 能在之后回归啊 那么下部影片很快就来 就让我们不见不散啦 接下来